这个是昨天现买的 花了7000块人民币 这个原价也是499美元 千万不要这么干哦 不要现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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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摆色的包装仪式 打开了 oh my god 好丑 一个像是2000年设计出来的2046年的产品 就一定要有利领 正面有一个low空的PS logo 这里面有一个光驱 我买的是带光驱版的 其实还有那个没有光驱版的 只能玩数字游戏的版本 其实我觉得无光驱版要更好看一些 左右是对称的 还便宜一百刀 开机键 光驱键 USB 这里面还有一个索尼的logo 小小 这咋用啊 原来这个要赚呢 底座有两个模式 装底下站着通风用 装侧面能让主机躺平 装个底座还要看说明书 Why 拿出我的前一代 蜘蛛侠限定PS4 Pro B PS5真的 好高 好大 我都懵逼了 怎么可以这么大 看了手柄 PS5的手柄 大有玄机 是真正的次时代 这个是我现在用的PS4 限定手柄 完全不一样 PS4的手柄不能够和PS5的机器互通哦 一个电源线 一个USB Type-C的线是给手柄充电的 它是不放电池的 还有一根HDMI 2.1的线 关于PS5的这根线我觉得还要再说一下 这一根是Xbox的HDMI 2.1的线 仔细看的话上面有写Ultra High Speed 这是一般我们认为HDMI 2.1的线上面会写的字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根PS5的线上面 High Speed 他们有写Ultra High Speed 但是它也是一根HDMI 2.1的线 不要误会哦 它不是2.0 它是2.1 HDMI 2.1的线就支持它盒子上面写的这些 支持8K支持4K120 PS5的外观非常眨眼 和现代的一般审美 还有家居风格 很难达成任何统一 这也许正是索尼的目的 这个东西的每一个细胞 仿佛都在大喊 快看我 我不是路由器 我多特别呀 我是次世代 一开机就能看到PS5重新设计的新UI 基本逻辑还是PlayStation的感觉 但更注重展示游戏的更多信息 PS键增加了一个快捷菜单 开发者可以在上面自定义各种卡片 整个系统看起来很简洁很漂亮 非常2020 但实际用起来究竟有多次世代 我们还要从买来PS5 你大概率会安装的三个游戏说起 免费的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器使用指南 跨世代的蜘蛛侠麦尔斯莫拉雷斯 和独占的恶魔之魂重制版 第一个游戏宇宙机器人 就是为了向你展示PS5新手柄而生的 这个新手柄DualSense 是我觉得PS5最重要的进化 是真真正正PS5所有特性里 我的最爱 很久很久以前 PlayStation的手柄叫DualShock 直译就是双振动 是以手柄里的振动马达命名的 PS4的手柄就叫DualShock 4 这个名字一直用了20多年 现在PS5的手柄改进了 叫DualSense双感应 改进了手柄里的振动马达 可以实现更微妙更细腻的振动 光勇说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传达这种新奇感受 但只要上手体验一下 你一定会被它震撼到 在这个游戏里 你的小机器人走在不同的地面上 不论是沙地草丛玻璃还是金属 不同的触感都会通过手柄的微妙振动 传到你的手上 真的很神奇 而且很准确 不是那种随便糊弄一下的振动 而且比振动更神奇的 是DualSense手柄的另一个新特性 Adaptive Trigger 自适应扳机 就是这两个按键 厉害的来咯 这两个扳机键可以为软件控制 调整不同的阻力 不同键程 等等不同的手感 听起来没什么 打个比方 在游戏里拉弓射箭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随着弓弦越拉越紧 按键的阻力越来越强 还有在比如射击游戏的时候 这个就会像真的扳机一样不断回弹 再比如模拟左右两个火箭发射器 这个扳机还实现了段落感 按下一段以后开始震动 还有弹簧 武器攻击等等等等 都能实现完全不同的手感 就因为这个自适应扳机 我肉是把PS5里自带的 免费的 为了展示手柄新功能的demo游戏 给打通了 当然这个游戏本身观察也很好啦 里面有很多索尼的小彩蛋 比如寂静里的三角头 克劳德的大剑 观察也都是什么固态硬盘通道啊 光追森林这种 收集要素全是PlayStation的古董 很可爱很有情怀 非常值得一玩呀 而且在恶魔之魂重置版里 武器挥动 打击 或者撞击墙壁 还有步伐的触感 也都会通过振动表现出来 并且这些复杂的反馈 并不会让人觉得厌烦 比较恰当 因为我从恶魔之魂切出来 玩向下兼容的PS4版 对马倒之魂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手上的触觉 好像少了些什么 太安静了 当然这个手柄有这么多新功能 也会带来一些缺点 比如续航 PS5手柄的续航依旧非常凑合 4到5小时 基本上也就是一天一重 而且这个振动和扳机的特性 是PS5手柄独有的 不仅不能使用PS4手柄 很多功能还需要第一方开发者 才能真正利用起来 跨世代的蜘蛛侠 在这两个功能上 利用的就非常一般 不过 蜘蛛侠是展现 目前PS5性能的最合适的游戏 如果画面不仔细看 PS5版的蜘蛛侠 好像和PS4版没有很大差别 其实上世代的很多第一方大作 画质已经足够好了 这些游戏的美 更多来自美术 光影和场景布置的细节 即便有更强的机能 更高的分辨率 画质提升也不会像过去的世代更替那么明显 这些不再是本世代的升级重点 次世代真正能让玩家肉眼看出提升的地方是 60帧 光追 SSD 蜘蛛侠里 你有两种模式可以选 画质模式和性能模式 也就是帧率模式 画质模式下 你就可以开启次世代独有的效果 光追 Retracing 简单来说 就是按照现实生活中 光线反射的路径 在游戏里模拟更真实的光影 街边商铺的玻璃 地上的水塘都有非常真实的反光 时代广场的很多广告牌 也都会真实的印在周围的大楼上 在这个模式里 冬天的曼哈顿已经可以一甲乱针 美得一塌糊涂 可是这个模式只有30帧 而性能模式则可以稳定在60帧 肉眼可见的顺滑和流畅 游戏的分辨率有时会低于4K 并且关闭光追 玻璃里的倒影不那么可信 即便如此 对于蜘蛛侠这样的在大楼之间高速移动的游戏 哪怕牺牲一点画质 我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60帧 即便是帧率模式 蜘蛛侠的PS5版 还是要比PS4 Pro版画面要漂亮很多 即使缺少光追 我想也很少有人会嫌弃画面 其他游戏基本上也是这样 比如鬼75特别版 基本是4K 60帧和光追 三选二 这也是可以预料的 现在真正能同时实现三个 那估计还得看RTX3080了 至少是两个PS5的价格 当然啦 如果你从黄牛手上买的PS5的话 那价格就是一样贵 但如果你3080也是在黄牛那里买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最后是SSD固态硬盘 这是PS5的重要卖点 超高速的PCIe 4.0 SSD 5.5GB每秒 就是快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蜘蛛侠的载入时间缩短了特别多 从主页进入到游戏菜单 到进入游戏 一共5秒不到 游戏内的读盘感觉也是接近于不存在 这种PCIe 4.0 SSD 其实在市场上买的话 可选的款式也很少 能达到PS5的速度的 那就更少了 它比Xbox Series X的SSD速度 还要快了一倍多 但光块是不够的 PC也可以装超快硬盘 但读盘提升却不大 因为Windows的系统设计 让游戏里存储的调用 遇到层层瓶颈 PS5的优势就在 它完全自主设计的定制软硬件 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 解决这些瓶颈 就不展开啦 最终结果就是快 读盘一闪而过 游戏尺寸变小 游戏中同一个场景的人和物 可以更丰富 甚至允许开发者设计出 场景实时飞快变化的游戏 当然这样的游戏 因为要和硬件深度合作 这个速度很有可能 要到主机中期后期的 独占第一方游戏 才能真正完全发挥 新的战神2 这回会真的实现 没有假读盘的一镜到底吗 但PS5的SSD 也不是没有缺点 就是小 825GB刨除系统的占用 只剩下667GB 面对一个个动辄占用 70到100GB的次世代游戏 真是有一些捉襟见肘 好在PS5是留有 存储扩展的插口的 拆开外壳 这里就可以看到 但索尼目前的系统 还没有支持 存储扩展的功能 也没有公布 哪款硬盘支持PS5 在这个更新推送之前 我们就只好忍忍撸 一开始说到菜单里外 焕然一新 但目前PS5的系统 还是有一点Beta阶段的感觉 总结一下就是 不仅Bug多 而且很多索尼承诺过的功能 包括可变刷新率 扩展存储 8K等 目前还没有持终 Bug多 很好理解 在我拥有这台机器的短暂时间里 经常卡死 要么WiFi失灵 平均每天要重启三次 至于受限的功能 这里就必须要说一下 次世代主机 共同的一项升级 HDMI 2.1 可以带来更高的传输速度 支持4K120 可变刷新率和8K 但是PS5的HDMI 2.1 有一些奇怪 不知道是硬件 还是软件的限制 PS5的HDMI 2.1 只能输出 32GB每秒的数据 离Xbox Series X 和LG C10电视支持的 40GB每秒 少了8GB每秒 简单说 就是PS5可以输出 4K120Hz的视频信号 但这个信号 是经过压缩的 不是无损 YUV422的压缩 人眼在盒里的视距 是没有办法 看出任何差别的 尤其是对游戏和电影内容来说 就算是放大很多看 唯一有影响的地方 也只是纯色背景的文字边缘 会感觉不够锐利 影响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 索尼没有使用完整的HDMI 2.1带宽 也是有点奇怪 不知道会不会通过软件更新修复 毕竟HDMI 2.1的其他功能 可变刷新率和8K 都是计划软件更新加入的 很可能到时候会一起解锁 最后我们来说说 PS5现在到底能玩什么游戏 毕竟对于PlayStation来说 游戏一直都意味着 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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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5是有全新首发游戏的 蜘蛛侠 麦尔斯莫拉雷斯 恶魔之魂重制版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会面小游戏 Boxnex 跟蜘蛛侠不同 恶魔之魂是真真正正的独占游戏 恶魔之魂在PS5上 即便是帧绿模式 也看着美不胜收 空中的雾气 城堡里包裹的植被 窗子朦胧的光 还有稳定的60帧 毒盘也没有了 死了以后几秒就会回到起点 这个很重要 因为要死几百次 这些都能让人感受到 PS5带来的体验提升 恶魔之魂虽然是11年前游戏的重制 很多设计还粗力的有些不近人情 但是是真的好玩啊 死的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索尼已经公布了相当多在路上的游戏 战神星座 瑞奇与叮当星座 哈利波特 最终幻想16等 数量多 质量好 但是 代价是什么呢 那就是 次世代游戏 通通涨价了 从60刀变成了70刀 相比PS4时代 每个游戏都贵了100块 买游戏要更加谨慎了 PS5支持向下兼容PS4 除了个别的PSVR游戏 基本所有游戏都可以在 PS5上运行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做过额外的软件优化 不同游戏在新硬件上的提升也不同 有的可以完全解锁4K60帧 有的依然被锁定在30帧 如果你之前没有在PS4上累积过很多游戏 也没有关系 索尼为PS5玩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会员服务 PlayStation Plus Collection 只要你购买PS加会员 你就可以获得20个PS4上最优秀的游戏 包含了《战神》《怪物猎人世界》和《神秘海域4》等等 算是为PS5的新玩家准备的快速上路包 虽然数量比不上XGP 但游戏质量很不错 而且价格低 还是非常划算的 但索尼明确表示过 不会走XGP那样订阅值的道路 他们认为主机游戏开发成本太高 订阅值的费用很难支撑高额的开发成本 这个商业模型不可持续 所以以后大家还是免不了 花上450块买游戏了 哦对了 PS4玩家不要想着找有PS5的人 带领这个collection哦 之前有淘宝卖家用自己的PS5收费 帮好多好多人领PS加collection游戏 现在这些人的PS5和领导游戏的PSN账号 都已经被ban了 奸商可耻 请大家珍惜好自己的账号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PS5的很多变化 和它勇敢的外观 它的意思都传达到了 从外观到系统菜单 到手柄到独占游戏 PS5的每一个零件都散发着次世代的感觉 甚至它商店里就是这样写着 索尼对游戏的理念 欢迎来到次世代 不论是图形性能 SSD 还是更加重要的革命性手柄 更多独占游戏 全部加在一起 PS5带来的的确是完全不同的全新体验 而且这个体验至少会保持4到5年 甚至7年 如果能原价买到的话 3000多的价格绝对是值得的 但是 别像我一样用7000块钱去买 不值得 PS5的独占游戏目前只有一个 而且软件和系统上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打磨 几个月的等待其实并不会错过什么 如果你好奇它跟Xbox Series X比怎么样 建议你一定要看一下我之前发布的Xbox Series X的评测 然后期待一下我之后会发的PS5和Series X的对比视频 不要忘记三连哦